哇 見證奇蹟的一刻終於來了 寶寶又XXXX了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阿哥你在幹嘛 我在做運動啊 我們要開始錄影了耶 沒有啊 你知道嗎 聽說做運動啊 可以讓寶寶的腦袋發展得更健全喔 哈哈 今天就是今天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要讓寶寶做什麼運動 玩什麼遊戲 才能讓他更聰明 口腦發展更健全 可是我們的寶寶現在都還只能躺在床上耶 還可以做什麼運動耶 當然啊 我們的寶寶在床上 當然還是有一些小小的運動 可以幫助他們做運動唷 哦 對啊 你知道嗎 像我們寶寶啊 他自己現在躺在床上啊 他就會動動他的小手 踢踢他的小腳 那我們就要負責幫寶寶 增加他們的活動範圍 哦 我們來試試看 嗯 第一個運動 零到三個月的寶寶 要做拉拉手腳 因為這時候的寶寶呢 他的脖子發育還不是很健全 所以呢 你注意要抱他的時候 你都要保護著他的頭部跟頸部 不然他的那個頸部沒有什麼力量去支撐他的頭 這樣子很容易就是會倒來倒去的 對啊 所以我們能給他做的動作遊戲呢 就是拉拉他的手拉拉他的腳 我們盡量不要去動到寶寶的頭部頸部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在床上呢就觀察到這個階段的小朋友呢 可能已經會稍微的動動手啊 踢踢腳啊 那爸爸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來幫他伸展他的手 讓他的手呢 可能這樣嗚嗚嗚 動作很小 我們幫他拉大 腳踢踢踢呢 我們也盡量可以幫他伸展到最大 讓他能最大限度的可以去 使用自己的手 使用自己的腳 來認識他自己的身體 治療師也有表示說呢 我們的寶寶啊 雖然他手腳會踢啊 但是他都沒辦法伸到最直 寶寶就是負責幫他們把手腳給伸直 拉到最大這樣子 哦 而且啊 他們兩到三個月的時候 他們已經稍微比較有力氣了 那爸媽可以輔助他來做一些仰臥起座的動作 像是你可以扶著他的手啊 或者是肩膀 來幫助他訓練他頭部跟腹部的力量哦 對啊 這個時候寶寶頭他可能自己也會想要 欸 抬高抬高了 我們就可以適度的幫助他們 寶寶的第二個運動 練習趴姿 因為這時候呢 治療師建議就是寶寶可以從趴著來開始練習 鍛鍊他背部的肌肉 就是讓他可以抬頭 然後訓練他的背肌哦 哦 還有他的頭部 那通常什麼時候訓練會比較好呢 大概就是吃完飯後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讓寶寶練習的趴 然後我們可以試著把寶寶的手呢 放在他的胸口底下 那可能一開始我們會看寶寶抬頭抬得很吃力 但沒有關係 可能一開始他只能抬個幾秒鐘 但是隨著他肌肉發展越來越好 可能可以趴到可能30秒啊 1分鐘啊 這樣對於寶寶之後翻身啊 或是爬會有很大的幫助唷 嗯 就算他一開始沒有辦法做動態的 就是抬頭的動作 那也沒關係 你就先讓他從靜態的趴著開始練習 這樣他就會慢慢可以越抬越高囉 第三個運動 抓握反射 我們寶寶呢 在出生到兩個月之前啊 他會有一個抓握反射動作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拿一些長長的東西 或是布條什麼的 讓他抓在他的手裡 那我們就可以牽著他 就是露出來的部分呢 讓他手可以舉起來這樣子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讓寶寶 就是感受一下 就是被拉起來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一隻手做個四五遍之後呢 換另外一隻手 哦 可是像我們現在寶寶已經四個多月大了 他們就自己會抓東西 就比較不需要這個練習了 對 應該是說他們自己 會有意識想抓 或是不想抓 嗯 對 那年紀比較小的寶寶 他就是一個反射動作嘛 你東西放上去他就會 不自禁的把他握起來 我們就可以試著這樣 讓他練習 就是手背抬高的這種感覺 然後自己抓抓看東西的感覺 嗯 嗯 第四個運動 躺著太空漫步 嗯 這就很適合我們現在的寶寶 然後他們在躺著的時候呢 抓著他們的腳 讓他們練習這個漫步的動作 對啊 就很像騎腳踏車 我們試著他的腳呢 就慢慢的推他去腳踏車 其實這個動作除了發展他腳步的關節以外 還有另一個好處哦 嗯 就是在吃飽之後啊 如果寶寶有點脹氣 他可以壓著他的肚子 可能他就會排出他的脹氣 幫助他排脹氣這樣子 而且可以讓他腳步的肌肉更發達 更結實 那你也可以試著就是在他的腳踝的地方 綁個鈴鐺 這樣他可能自己就會想要讓他發出 鈴鐺噹噹的聲音就會 他可以更喜歡做這個運動 嗯 第五個運動 學坐姿 哇 見證奇蹟的一刻終於來了 寶寶要坐起來了 坐起來囉 沒錯 有一句俗話說七坐八爬 我們在寶寶大概在七個月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學坐 那有的寶寶呢 因為發展比較快 可能更早呢 他就可以坐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三到六個月的時候啊 就可以開始慢慢的幫助寶寶 讓他坐起來 要怎麼練習呢 那其實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前面有做過 我們可以就是扶著寶寶的肩膀啊 慢慢的讓他從躺姿變成坐姿 就是在他脖子還沒有那麼硬的時候 但是當你如果覺得 寶寶脖子已經足夠以支撐他的頭之後呢 我們可以試著拉著他的手 慢慢的把他拉起來 這樣子呢也比較沒有危險 不然的話如果脖子太軟的時候 寶寶頭你就看到寶寶頭這樣往後 這樣噢 起來 這樣就會比較危險 對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就是每天啊 對寶寶這樣做這樣子的運動 他就會慢慢感覺起來 他之後就可以慢慢做起來囉 就像是仰臥起坐這樣子的概念 沒錯 哇 以上是我們可以幫寶寶做的五個運動 那你是不是也有幫寶寶一起做運動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家的寶寶是怎麼做運動的哦 對啊 不要顧著幫寶寶做運動 自己都沒有運動哦 你看看你的肚子還敢講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按讚 分享 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唷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林蜜 我是阿Q 拜拜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關注我個人的Facebook粉絲團 或是IG唷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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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